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旗帆状 始于1935年 这是南开的喜悦辉 红旗帆状就在喜悦辉对面 我们跟随大会的脚步 去尝一尝红旗帆状的赠泵米鱼 这是他们的烤鸭子 是木头的烤鸭子 不错 纯果木 我们已经就座了 慧哥看看出了赠泵米鱼 再点点妈 别点态度 这是那赠泵米鱼 上海了 天井特色山 都面积 闪人 还真漂亮 味道也行 我闻这个味还可以 而且这个菜的颜色 包括这个亮度不错 不错 尝尝慧哥 尝尝 千八九打开 千何何有待吃菜 都面积 这是咱 冲了天井市 你就吃不着的一道菜 没错 看见面积了 这个面积一定要吃一个烫口 而且必须用水炒 把油性味炒下去 把油性炒下去以后 除过时还得够三遍千 所以读面 你看这道菜简单 其实做起来一点也不简单 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这道菜 这家做的还是比较正宗的 32 32 这么小 看着有食欲 是个儿够大的 二斤多数 我看不值 骨眼姐姐 稍微别切一下吧 这道菜 够脆的 这个剩下 够脆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切完还这么漂亮啊 尝尝吧灰哥 好的 尝口鱼 块太大了 大花是 蘸点它的糖质 蘸点它的糖质 诶 有脆 对 小心点 这鱼啊 郑梅鱼是咱天井一样名菜 它是带鱼的鱼 诶 谁吃鱼 是呢 诶 但是 它就是带鱼虾 以前是海河的鱼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河的鱼啊 这道菜是大蒜大天 哦 非常有特色 特 代表咱天井 诶 好 有点睡劲 看见鱼皮 诶 鱼皮 鱼鱼鱼肉 炸好以后再嚼制 喝 蘸点它 诶 看这质 都有食欲 是呢 看你吃的我都馋了 它这个鱼腿又扎素了 小腿可以压 哦 知道为妈叫郑梦鱼吗 嗯 不知道 讲讲 还考虑考虑 你敢门就不知道 咱考虑 郑梦鱼就是说它这个形状 有点像这个鱼啊 港贝从喝得出来带鱼王里那种 想挣脱逃跑那种感觉 哎 蹦蹦跳跳的 这一出来造型还挺漂亮 绝对有造型 这道菜绝对有造型 而且最早的这个郑梦鱼处在天一房 现在的鸿锡帆庄做得非常好 也就是千神通巨楼 哦 要不再上这吃来 对 来小块 好脆啊 这道菜比较能代表咱天气啊 是 看大鱼嘴 看下鱼嘴 哇 长够大的 这里估计是散了一根黄果 好 就是那种护寒呐喊那种感觉 哎 是吧 嗯 够有造型的 对 来吧 你也尝尝吧 行 必须的 拍会大 拱盘 拱盘啊 鱼剩了点打爆 吃完了啊 他们家这个郑梦鲤鱼 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不错 活后掌握得非常好 推荐他们家啊 喜欢搭毁视频的给搭毁 点赞评论转发 关注搭毁 美食不迷雾